剛剛的這個範例,範例1的話,實際上就是抓這個原始碼 所以將來的話,當然你們可以針對有一些網站 因為底下我有一些範例 類似像,比如說第一個範例 這邊有一個,底下應該是在第幾頁,第6頁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就是,比如說例如啦 那個TQC的官網,TQC Plus的官網 假如說我有個需求 這個需求的話就是說,我希望抓這個網頁裡面的這一些名稱 當然它的名稱蠻固定的 第一個是它類別名稱,第二個是它的中文名稱 等於是證照的類別,證照的中文名稱,證照的英文名稱 每一個都一樣 如果我說我今天希望可以幫我自動把類別中文英文分別抓下來 並且放在Excel裡面,變成三個欄位 那如果假設啦,你如果不會用爬蟲的話 那當然你們可能做法不外乎就是怎麼樣 把它選起來,然後Ctrl-C,Ctrl-V,可能先貼到Excel 然後再慢慢自己再調整 可是問題很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理論上你假設會用HTML的方式來爬資料的話 那顯然這一件事情會簡單很多 所以後面的話我會教各位啦 像這邊各位可以看到,我希望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就有點像是這邊其實我有做了一個爬取的動作 比如說我們可以怎麼樣 這個原始的網頁,就像這樣看到 那如果我今天可以寫一個爬蟲 其實用爬蟲的方式也是用那個HTMLFile這個物件 然後幫我產生一個HTML的物件 然後一樣用它裡面的get 看裡面有它的class,或者是它的tag的名稱 然後我就把它的那個名稱抓出來 把裡面內容爬 然後並且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分別把它抓到這邊 總共有三欄嘛 所以我就分別把這些資料通通爬取下來了 OK 所以這個我希望寫個按鈕 那就可以很快的幫我把剛剛講的東西快速的把它找到 並且把裡面的資料就自動放到Excel裡面 這樣的話可以省掉很多力氣 不需要每天在那邊就Ctrl-C,Ctrl-V 不斷再複製貼上,做一些重複性的動作 那可是問題你要怎麼知道說你要爬哪些資料 當然你一般是按滑鼠右鍵,這邊可以檢視原始碼 不過如果你檢視原始碼的話 你會發現,哇這個原始碼天哪 這怎麼這麼這麼多 不過它的基本上的結構應該都固定的 開頭一定是HTML開頭 那只是說會加一些其他的屬性 然後另外Head啦,Title這邊都有 那只是說呢我們剛剛那個範疑是把它簡化啦 這些東西暫時不需要出現 那裡面還有JavaScript了 還有這個CSS 那但是我們先不放 我們放最重要的一定是HTML,Head跟Body 那可是問題啦,如果你要這樣慢慢看 你要找,哇這天哪,是太累了 所以一般習慣會在你需要找的資料上面按右鍵 我是建議啦,你就直接按檢查就可以了 那檢查之後你會發現 你要的資料喔,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的標籤名稱叫什麼 你會發現,他先按右鍵嘛 檢查 他會告訴你,喔Mark在這裡 而且你游標放在這裡,他會跟你講說 喔這個是一個DIV 然後這個DIV呢它有沒有一些特徵 所以喔 理論上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可以先找什麼 找它的標籤名稱 它叫DIV 那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網頁裡面好像叫DIV的一大堆 那所以如果我假設全部的DIV都找到的話 哇那不得了了,太多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找第一個特徵太多了 那你可以找第二個特徵,什麼特徵呢 後面有個叫做Class 它的Class名稱叫什麼 叫這個 設定Panel,什麼heading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 當然有的時候,我的習慣就是你可以 再確認一下,比如說你怎麼 可以按Ctrl-C 然後Ctrl-F Ctrl-V貼上,你會發現它會找到 總共幾個會顯示出來 那總共65個 顯然好像差不多數量就是這65個 所以喔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Class去幫你找到你要的資料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就是 第一個名稱就找到了 第二個你也可以按右鍵 檢查一下 那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這個什麼 它包在一個H4 H4就標題4 它標題4裡面 那標題4裡面會不會剛好也是65個 如果4的話 那其實找H4這個標籤應該就可以了 所以Ctrl-C H4,Ctrl-F 然後你可以把它Ctrl-V貼上 不過我建議你可以前面加一個標籤 就是小於符號 那你看一下總數是不是65 欸沒錯65個 所以這應該不是巧合喔 所以按下一個你會發現 下一個 下一個 欸好像剛剛好就是那個 它的中文名稱都在H4裡面 好 那第三個是這個 這個什麼 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是什麼標籤 它是放在一個small的標籤 所以一樣啦 我習慣什麼 點兩下Ctrl-C Ctrl-F 然後呢Ctrl-V貼上 記得前面加一個小於符號 當然有時候不加 可能數量也會是對 可是加一個小於符號 比較不會因為說 它的內文裡面剛好有small 你找到 它把那個small內文也當成標籤 那就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也是65 欸 所以顯然喔 我們其實可以透過這個特徵 所以剛剛那個get elements by tag name 那個其實就是找特徵 所以我們這邊總共有三個資料我要 那分別它第一個 你如果用div的話 如果假設用div 會比較OK 所以我們應該用什麼 用class name 會比較OK一點點 那所以有三個特徵 就找到了 那接下來呢 你在用html file 的這個物件 那你就可以快速把這個網頁裡面 你需要的東西給爬下來了 OK 那剛剛我們已經跟各位講到 有關利用那個html裡面的第一個 用什麼呢 第一個方法 所以喔 剛剛 我們主要是用那個htmlfile物件 裡面的叫getElement element by tag name 所以其實它有點像是 五個單字吧 總共get一個動詞 element是元素 by tag name 所以呢 特別注意這個s這邊 這個element其實是有s s是負數 所以喔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如果有一個以上的話一定是s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by id的話 id只有一個 所以它這個s就沒有 所以getElement 沒有s by id 也可以抓到id名稱 另外還有 如果說我今天我們換下一個範例 下一個範例的話 那我們主要是要抓 比如說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個範例2 請各位把這個html開頭到html結束 應該在第三頁的地方 就是這個範例2把它C 那你一樣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把它Ctrl V貼上 然後並且把工作名稱改成範例2 把它貼過來 貼到一樣是A1裡面 好 然後呢如果今天我希望呢 取得什麼呢 取得這裡面的什麼呢 我是段落1 我是段落2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這個html跟剛剛的html 其實又有一些些的不一樣 哪些地方不一樣 當然第一個一樣的地方一定有P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 用剛剛的方法 你要取得 我是段落1 我是段落1 其實也沒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啊 我只是希望取得什麼 取得我是段落2的話 而不是我 我不是要抓 我是段落1喔 我要抓 我是段落2 當然你用剛剛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刮弧1 也可以喔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希望 除了用take a name之外 我們其實主要是希望各位練習 因為這邊其實有一個class name 有沒有class 如果我今天希望透過這個class 給他一個class的名稱 他幫我把這個 我是段落抓過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OK 所以如果 我們要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用class name的話 當然你們可以先也是練習啦 如果用剛剛的方式 抓那個我是段落 也可以用take a name 但是如果我要改成 class name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我來demo一下 但第一個 我們直接全部抓的話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如果全部抓 用什麼方式來抓 那你用那個take a name 也OK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ID 也OK 那如果你用class name的話 只能抓我是段落2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看看第一個 先兩個抓 第二個 主要我是覺得 你們可以試試看 抓第二個看看 我是段落2 如果今天我只希望顯示這個 我是段落2 段落1不要出現的話 那該怎麼做 試試看 最後の部分 接下來 這邊 三個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